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5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多 一个是解放军军机 清朝出动,用意何在 第2个 拜登与普京见面的主要看点,我们分析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悬崖边上的老板 那么中国的老板最近不好过,日子不好过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给大家看看 解放军 那么6月15号 直接派28架军机 大规模入侵这个台湾 西南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创下最大规模机队扰台的记录 28架 28架飞机够打一场战斗了 台湾国防部说,解放军这次派出了一架运8反潜机 4架轰6机 一架运8远程干扰机 两架空警500 14架歼16 6架歼11 那么分别 进入这个 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和台湾东南空域 那么这次行动,军事行动的背景,一个就是七国集团峰会 第2个是北约峰会 然后就是正在进行的就是美国跟欧盟的峰会 那么这两次峰会,前面这两次峰会都提到了台海问题 那么美国跟欧盟的峰会也提到了台海问题 那么六四之后,这个沉寂的9天,解放军6月15号 那么出动,出动28架 军机 那么之前我看有人在说,评价这个事情 有人说是为了回应西方国家的这个,比如说七国集团,比如说北约峰会啊 还有人说是安慰这个 鹰派 党内的鹰派 那我认为呢,这两个分析都不靠谱 第1个 派28架军机去袭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和西方国家这种七国集团峰会 北约峰会,首脑峰会这种高层次的 政治活动 作为一种这种 回应 这完全,这不是一个档次,不是一个层次 完全 不搭调,完全不搭调,那这不算 这不能算回应 那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 这28架飞机 不靠谱,这个是非常不靠谱 第2个是安抚党内的鹰派 这个理论更不靠谱 最不靠谱,就是这种理论 我一直讲过 中共是个独裁政权 那么中共党内也是个独裁体系 所以 在中共党内 只有两派 也没有什么改革派,什么保守派不存在,什么鹰派,什么鸽派不存在 只存在两派 第1派叫当权派 就赚着权力的那部分人 那叫当权派 当权派通常是和最顶上的那个 在同一个派系 叫当权派,第2个 靠边派 就是看着边吃肉的那帮人,就靠边派 所以,但是基本上 独裁是什么 独裁就一个人有权力,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权力 鹰派鸽派是有不同的取向 一个表现强硬 采取强硬,一个没那么强硬的态度 他的态度有意义,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影响他的决策 但是 专制政权不存在鹰派 鹰派不鹰派 不存在这个东西 因为所有的权力来自顶上 所以 没有什么鹰派不鹰派 有的人跑出来讲话表现强硬一点 那是领导让他说的 领导不想让他说,他就闭嘴 就是这样 有些是专门讲 讲这些强硬的话 专门强硬他是扮演这个角色 那么回过头来,一回到这个 一回到党组会里面 那就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 轮不到他鹰不鹰派的事 我今天就看到这个台湾一个军事专家叫陈国民 陈国民说 他说呢美国这个里根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解放军出动大规模的这个机组 是针对美国的航母 他说是这样,他说 你看啊就是解放军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是个完整的 战争桥段 就是模拟打航母 那么先出动电子干扰机 然后运8干扰机先去干扰 然后呢空警500 然后进行空中指挥 指挥歼6舰载机 反 就是飞弹去反制 美国的军舰 这是苏联标准的战术 那么 2000年中国的空军用1990年代的这个苏联的 这个海军跟空军的这个作战的战法 就是用这种战法去 这是典型的苏联的战法,那么他说特别要注意歼16 负责 他是负责 对海打击的 那么美国空军,美国海军14号表示 美国航母,航空母舰里根号战斗群进入了南海 是今年首次在南海执行海上安全任务 包括定役和弦役 以及 飞行任务,海上打击演习,以及与地面空中 协同作战训练 那么陈国明说,他说解放军出动28架次 是要清楚的 跟踪监视美国航母的这个战斗群的坐标落在哪里 否则你导弹是瞄不到重点 他说基本上是实时动态 因为中国也有海洋情报卫星的这个影像 通过这个航空器 然后计时的校队 进行双重保险 确保这个,确保航母的最后的位置 然后才发射 歼6发射反舰导弹 然后 而且中国一直在 宣传有东风21D 东风26航母杀手 需要这些情报 对这个航母的位置 进行监控 环环相扣 这种表演看起来 就说 这次28架飞机 看起来像是在打海空联合作战 我认为这个分析是比较靠谱 我认为比较靠谱 所谓的政治上的宣誓这不是在一个级别 完全不靠谱 那个 我觉得讲讲这个 另外一个就讲讲那个拜登与普京见面的主要看点 我们昨天稍微讲了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宏观上去 我们更多的是从宏观地缘政治上讲 但是我们没有讲过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什么样 我们还是要从美俄关系来 来讲 拜登和普京见面他到底是干什么 第一点 美俄关系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美俄关系现在处于谷底 基本上是最坏的时候 就是 冷战结束以后美俄关系最坏就现在了 几个例子给大家听 第一个 俄罗斯最近 正式 把美国列入不友好国家的名单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最近几年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 我印象中分几批 大概有三四十人 关闭了两个俄罗斯的领事馆 这个非常的 双方关系非常不好 然后第3个 现在美国驻俄罗斯的使领馆 不准聘用当地员工 那你当然成本就会高 第4个 美国跟俄罗斯互相都没有向对方派驻大使 美国驻华大使也没有去 这是第4 第5个 美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受到美国的制裁 两个原因 第1个 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第2个 干涉美国大选 这是第5点 第6 美国现在有两名海军陆战队 前海军陆战队 被俄罗斯囚禁 其中有一个人被判 被控这个间谍 判16年 然后这次说是要交换 交换人质 第7 今年3月份 拜登说普京是杀手 killer 让这个俄罗斯无比愤怒 所以双方关系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所以呢拜登 和普京见面 并不简单 并不简单 那么对普京来说 这次峰会有象征意义 但是象征意义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让俄罗斯看起来跟美国平起平坐 那么拜登第1次出访 而且是拜登邀请普京见面 而且这是一次正式的峰会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见缝插针的这个短暂见面 所以呢 普京是希望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 用他的方式 得到尊重 这是对普京来说很重要 因为普京 一直想 这个重振俄罗斯的雄风 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 这是普京一直向 俄罗斯人民做出的承诺 似乎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但是俄罗斯人民一直在选他 这次选择日内瓦 让人想起1985年 冷战期间这个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面 他的第1次峰会就在 日内瓦 但是 这两次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可以相视之处 原因是什么 原因还是现在俄美关系处于 非常冷淡的情况 俄罗斯也说 俄方对成果不抱期望 这是俄罗斯的方面 对拜登来说 美国的目标是什么 美国的目标是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 这个很重要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那么普京一直在 普京的很多行为 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包括今年突然去派兵去乌克兰边境 像是要打的样子 但最后又突然又撤兵了 所以实际上普京的一些行为让人 让人不可预测 那么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建立 建立一个对话机制 恢复正常的关系 那么作为美国也好 作为俄罗斯也好 双方在一个可以预测的范围框架之内 去交往 防止战略误判 也防止不可预测的结果 对美国来说 这就是他想要 这个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今年三月份 就是中美在阿拉斯加进行的这个战略对话 美国推动的 其实那场对话也是美国推动 那么美国推动的那场中美战略对话 目的是什么 恢复双方的正常往来 恢复双方正常往来 降低双方 冲突的这种 层次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双方关系不要出现不可预测的恶化 就是不可预测的 不可控制的恶化 这是美国 拜登政府的意图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现在情况大致上是这样 那么我觉得跟这个 普京 拜登见普京 核心的问题 应该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呢 这个美国呢 不愿意跟 美国是 拜登是不想在这个时候 和习近平进行峰会 那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他如果和习近平这个时候 进行峰会的话 美国国会不会放过他 所以 在中国 就是阿拉斯加的中美战略对话 在俄罗斯就变成了 拜登和普京的峰会 那拜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面 说了几点 他说我们可以跟美国合作的事项包括 第一 新的核军被 核军被控制谈判 第二个 包括叙利亚和利比亚在内的地区冲突 第三 气候问题 普京说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这些问题的工作机制 那这场峰会就没有白费 你通过普京的这番话 就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方面对这场峰会的期望值是很低的 为什么 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普京最近不断的在重复他对西方的看法 敌对势力 然后在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说 他说 美国要遏制俄罗斯的发展 就在前几天 普京还说 任何想咬俄罗斯的外国侵略者都要打掉牙齿 所以从普京来说 美国是敌对国家 这是没有疑问 不过 普京要降低 和美国的紧张关系 为什么 因为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 正在削减 俄罗斯政府的募集资金的能力 而且 制裁措施会进一步的深入 而俄罗斯又进入了选举年 对普京不利 所以普京 普京愿意跟 跟这个拜登见面 降低 降低跟美国的冲突 防止 美国和西方国家持续的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影响他的经济 所以他也要面对 拜登对人权状况的批评 所以双方最终 应该会变成一个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 普京也好 拜登也好 他们是要缓解 他们都有意图 缓解这种紧张局势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拜登跟普京的主要的 他们见面的 背后的动机 和他们想达到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见面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另外 美国和欧盟举行首脑峰会 发表联合公报 延续了七国集团和这个 和北约的立场 一方面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 另外一方面又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一级 那么拜登总统出席了多场这个领袖峰会 一个是G7 就是七国集团峰会 一个是北约峰会 然后是今天 就去这个欧盟总部 这个出席 美国和欧盟的领袖峰会 或者首脑峰会 会晤了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以及这个欧盟理事会主席 Michelle 然后就发表联合公报 这个联合公报的名字叫 迈向新 新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 峰会公报 那么公报里面 提到了三次中国 那么强调 那么强调这个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同样想继续关注新疆西藏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香港遭受侵害的自治和民主 以及其他的经济胁迫 虚假宣传活动以及区域安全问题 那么在区域安全问题上面公报指出严重关确 东海 南海局势 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 加剧紧张局势的企图 尊重国际法重要性 那么航行自由 另外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疫情调查 疫情病毒溯源调查 公报强调合作 将合作改革世界卫生组织 强化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的准备和应对工作组 呼吁世卫组织下一阶段疫情起源调查必须透明 以科学为基础 以专家为主导不受干扰 这个基本上西方国家已经达成一致 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展开第2次 武汉肺炎病毒溯源调查 就是这样的 然后是 同一天 今天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四个 四个国家的 国防部长 举行四方会议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什么 欧洲四方安全对话 部长级会议 叫Eurocode Eurocode 亚洲有一个 四方安全对话 就Eurocode 然后这个亚洲的 所以你看美国 美国用这种方式 然后还有个北约 然后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然后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 法国国防部长这个帕里 还有德国国防部长 卡伦鲍尔 进行了会谈 谈得很好 然后大家都说很高兴 大家都说我们要团结 我们要进行这个 他们发表的声明这么说 他说 讨论了6月14号 北约首脑峰会 成果的实施的情况 以及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 联盟如何能够 最好的适应面临越来越多的地区 和全球安全挑战 然后四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以及加强北约联盟 完成从阿富汗有序撤出 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并对抗共同战略竞争对手的恶性影响 这个你可以看到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高层次的政治 政治选择之后 其实会发生一系列的 就是执行层面的 合作 包括这个欧洲的 欧洲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就跑出来了 然后今天美国还宣布 这个终止 取消对欧盟葡萄酒 加征了25%的关税 那么昨天美国跟欧盟宣布 把这个双方对飞机制造业的这个关税 双方都取消 暂停 用五年时间谈成一个双方的协议 大体上就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 非常清晰的在做 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团结起来 消除 消除之间 之前发生的各种冲突 然后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一起对付中国 讲到底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基本上今天我们前面两个主题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先讲讲 今天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故事 我们就讲讲小一点的故事 讲讲中国的老板 前天就传出来 前天还大前天传出来 那么就是 中国最大的房企产公司恒大 恒大这个叫 资金链有问题 然后恒大那就出来澄清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人民银行抓了几家银行 其中包括工商银行 来做什么 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的场景就是 恒大 资金链断了 那么恒大资金链断了 然后你们这些银行有多大影响 做压力测试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那么恒大的这个资金链的问题又开始 又开始跑出来 那么 所以恒大这个事情就传了一阵子 传了一阵子 那么恒大会不会出事呢 恒大 我不知道 就我认识恒大 就一直资金链就要断不断的样子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另外两个人 一个叫苏宁的老板 叫张静东 还有个叫泛海的老板 叫卢志强 那么这两个老板都遇到了事 遇到什么事呢 先说苏宁 苏宁就连续爆雷 那么他老板张静东 能不能渡过难关 现在不好说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6月15号 上市公司苏宁易购发表公告 他的控股股东 张静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有27.68% 就是5.4亿 被司法冻结 那么 那么 那么张静东持有的这个5.4亿的股权 占公司总股本的5.8% 那么从冻结日期是6月11号 冻结期是3年 执行人是北京第2中级人民法院 张静东是这个苏宁的创始人 那么也是董事长 也是实际控制人 那么目前持有这个苏宁易购20.96%的股权 这个苏宁易购爆 然后跟着就是苏宁电器 苏宁其实是卖电器 苏宁易购其实讲的是网购部分 那么作为苏宁易购的第3大股东 苏宁电器持有苏宁易购的股权 苏宁易购是上市公司 苏宁电器也是上市公司 苏宁易购 苏宁电器有2950万股 被强制平仓 就是卖掉 那说明什么 苏宁电器的股权被 质押 那么未来6月还有不超过3.84亿 股会被强平 就因为他已经 他的 说明他质押股票的股 股权的价格比较低 那就是 苏宁电器的股票质押 被强平 然后张静东 张静东是苏宁易购的老板 也是苏宁电器的老板 所以他的股票被强平 那另外苏宁易购的股票被冻结 你想一下 这老板有点困难 然后呢 6月4号 张静东 苏宁电器 和苏宁置业 共同 被北京第2人民 中级人民法院 被执行人 执行标的31亿 就是说 中级人民法院 宣布 张静东 苏宁电器 苏宁置业 立案为被执行人 意思就是你欠了30个亿 你这三个主体 欠了30个亿 那我要对你进行强制执行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就 苏宁电器持有 苏宁易购的股权 从19.87% 下降到14% 还是第3大股东 不过 苏宁最近得到了一笔钱 救急的钱 钱来自哪里 来自江苏 江苏国资 国资委 6月2号 苏宁易购宣布 上市公司的 上市公司5.59 5.59%的股权 以31亿 卖给了谁呢 卖给了 江苏新兴零售创新基金 那么谁卖的呢 苏宁电器卖的 卖多少钱呢 卖的6.12元 一股 这个新零售集团基金 出资方 四家 江苏国企 实际上是江苏省政府 那么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帮助苏宁动过难关 为什么 因为之前 深圳市政府 想去收购苏宁 苏宁 但是2月25号 苏宁易购发公告 说他的大股东准备出让 公司降五分之一的股权 那么对方是谁呢 对方是两家深圳的国资委的下面的企业 一个叫昆鹏 昆鹏资本 一个叫深圳国际 分别 这两家深圳国资委下面的公司 分别收购 一个是收购15% 一个收购8% 那么深圳国资就会成为苏宁的大股东 但是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执行 所以苏宁等了半天 钱不来 钱不来怎么办 找江苏吧 所以你可以看 张静东跟政府的关系还是非常厉害 那么苏宁现在 苏宁现在的公司债 400亿 然后整个的苏宁体系 苏宁系 什么苏宁易购 苏宁电器 苏宁集团 苏宁置业等等 总共整个苏宁系 整体的债务规模 2000亿 2000亿 苏宁电器挣钱吗 苏宁电器不挣钱 为什么 成本太高 销售额不够 所以苏宁的零售业长期亏损 苏宁其实就是零售业 那么主要是靠卖资产维持 到了去年下半年 恒大 恒大 把苏宁给坑了 恒大是要借壳深深房 借壳深深房上市 然后就找了一堆的人去做战略投资 其中包括谁 张静东 张静东投多少钱 投200个亿 投200亿说用三年时间 然后这个你们就可以把钱拿走 大家知道苏宁做零售 零售毛利率非常的低 根本不挣钱 所以呢 但是他手上有很多现金 你可以拿现金来周转 做很多生意 没问题 但是呢 你不能拿去做投资 因为拿去做投资的话 钱回不来 但是呢 这个恒大的老板 跟张静东说 没关系 那我们写个宝涵 万一到时候上不了市的话 我就还给你 把钱还给你 就当债务 如果能上市 债转股 你们就 在市场上能套现 这话说的多好 结果张静东信 就投200亿进去 200亿那基本上苏宁的老底都给投进去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不成 不成 这个 恒大 找省政府 写公开信 要省政府做这些占投的工作 这占投1200亿 1200 包括 包括苏宁的200亿 那省政府去找他们谈话 你说这个不行 要不 恒大不能让他倒闭呀 那许家印的这个政商关系 应该比这个张静东要强一点 因为他毕竟是广东的企业 然后就做工作 这占投也没办法 那好吧 那我们就支持 支持 我们就债转股 就变成债转股 苏宁这200亿回不来 这200亿回不来 赚不动 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 就陷入流动性的危机 所以张静东 张静东有可能失去 失去对苏宁的控制 到处找人来接这个盘 这是张静东的情况 张静东就是被许家印给 坑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泛海集团 老板是卢志强 这是卢志强是山东人 但是他复旦毕业的 他跟国内的这些富豪 这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一块的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跟 他跟那个巨人集团这几个 都是经常在一起 他们还有个叫泰山会 泰山会就是富豪的俱乐部 卢志强 泛海基本上是 中国凯克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了 就30多年了 泛海集团 但泛海集团也陷入了债务危机 那么6月14号到15号 泛海控股集团持有的泛海控股 泛海控股是上市公司 他持有的泛海控股的股票 2.94亿在阿里巴巴 司法拍卖 这个你想一下 一家公司自己的股票 拿到这个阿里巴巴上面去拍卖 这老点 卢志强那个 基本上就 庆域就 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么18号公告 五笔 拍卖了五笔 那么总共 成交了三笔 拍卖之后 这个方泽斌成为 泛海控股 第二大股东 那么 泛海控股是一家老牌的房地产公司了 老板卢志强操盘30多年 慢慢的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资本之一 他有上市公司 包括泛海控股 民生控股 那么这个中泛控股 中国泛海金融 还有纳斯达克的保险集团 Ginworth 澳大利亚的矿 矿产能源集团 还有很多上百家直接间接参股的公司 泛海是个很大的集团 那卢志强很早就布局 他原来做房地产 他通过什么呢 透过民生银行 他是最早就介入民生银行 所以泛海很早就转型做金融 很早就在金融这个领域开始布局 但是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金融 就给他带来了 就是 就是民生信托 民生信托累次才累 那么泛海陷入流动性危机也差不多有半年时间 他的情况跟谁有点像 他的情况跟苏宁是有点像 也差不多 然后全线爆雷 他的这个 他规模300亿 300亿 从报表上来看 泛海控股跟中国泛海 在2020年突出现了巨额亏损 然后 泛海控股 亏损是46亿 中国泛海 亏损61亿 加在一起超过110亿 所以你想想看 这基本上 所以你可以看 通过这一系列 就是原来非常老牌的这些 民营企业开始一个个 在咸牙边上 看着就要掉下去 说明什么 说明两点 第一点 对民营企业来说 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黄金时代也过去了 张静东 张静东也是几十年 当年跟这个国美 打这个价格战 打的昏天黑地 对民营企业 卢志强曾经 卢志强基本上是 这个富豪榜的常客 但是你看都变成这个样子 说明什么 说明 一个 对于私营企业来说 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是第1个 第2个 营商环境 已经不可挽回的改变 所以 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看 这民营企业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字 所有民营企业的问题 都是一个字 什么字 钱 都是钱没了 为什么没有钱 两个原因 第1个原因 一直在亏损 大家知道一个企业 当他持续在亏损的时候 他就会 现金流就会断裂 那么资金链会断裂 现金流慢慢的变成负数 持续负数 现金流持续负数 你就会没有现金 没有现金的后果是什么 你借的钱就还不了 苏宁也好 泛海也好 他都是还不了债 苏宁有2000亿的债 然后今年还的债大概300亿 那这个泛海 泛海已经爆了 爆了300亿 所以都是现金没有 现金没有的原因就是经营状况恶化 经营状况恶化的原因是整体经济恶化 大家能看到的这些头面的民营企业的人物都是在那个细分行业里面 很厉害的人 能活到现在 通常都是非常厉害的人 而且他背后有 各种政治势力 支持他 不是一般人 你想一下这个张静东 深圳市政府 不给钱 那就江苏省政府给钱 有很强的政商关系 这些企业都遇到问题 那你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普通的企业的情况 所以他们都是行业翘楚 行业翘楚都出了问题 那经济情况就 就 不堪设想 基本上是这样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那 鸣谢 台湾不怕老共军机骚扰 希望为有生之年看到中共政权的瓦解 OK 谢谢 观点 这次拜登和普京会面 拜登将不和普京同台发表演讲 充分表现了拜登的政治智慧 不高调 不给普京和他 兼并肩发表宣言的机会 该说清楚的话还是要说 该指责的要 要求的事项 要达成协议 大家很理性 但是我不跟你勾肩搭背 称兄道弟 完全保持距离 争取控制好局面 在这点上 你可以看 这次 关于拜登和普京 不开联合记者会这件事情 这有点像 这跟阿拉斯加 战略对话是一样 也是不开联合记者会 而且 基本上寸途不浪 所以你看 美国现在对美国国务院 表现出来很强势 但是他当然 他表现得很 保持礼貌 一方面 保持外交风度 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得很强势 提问 我一直以来有个疑问 俄罗斯自从苏联解体以后 我们把它理解为俄罗斯重新接受了资本主义 但为什么俄罗斯仍旧对欧洲充满敌意 是因为沙皇帝国的思想导致的吗 还是 纯粹是经济利益的原因 OK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很多人 很多人都有一点 有点奇怪 本来嘛 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之后 那么俄罗斯进行 改革 改革进行市场经济 放弃了原来的 这个计划体制 计划体制就是苏联发明 那么当然在俄罗斯是 根深蒂固 但是俄罗斯进行了休克疗法 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跟中国不一样 俄罗斯的改革非常彻底 就是从政治改革到经济改革全面的 全面的转向那个西方国家 建立了一整套的民主体系 民主政治体系 同时建立了市场经济的 机制 完整的放弃了计划体制 所以 在现在的俄罗斯已经没有计划体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谁 谁当总统 叶利钦 叶利钦当总统 一直叶利钦当总统 然后后来叶利钦就不行了 身体不行 然后就 就培养了谁呢 培养了普京 普京就变成了俄罗斯人的唯一的希望 他就顺利的成为了 俄罗斯当代的新的独裁者 他就 他就对俄罗斯进行了一个新的改造 这个改造 整个俄罗斯的政体 围绕着他 开始 那么他原来跟另外一个叫这个 哎呀我这嘴边很忘了 跟他轮流 两年你当总统 我当总理 两年我当总理 你当总统 就轮流 不断的轮流 总统 然后最后 修改宪法 他一直当 他可以一直当 这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西方国家 特别是欧洲国家 把俄罗斯当做什么 把俄罗斯当做战略威胁的原因 是 俄罗斯又回到了 专制 专制体制当中去 那么 普京 要给俄罗斯的承诺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重振 俄罗斯的 国际地位 要重振俄罗斯的国际地位 当他要重振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的时候 欧洲国家就感受到来自北方的 寒流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跟欧洲 甚至俄罗斯跟西方国家 都 都处于一个敌对的状态 敌视的状态的原因 因为 俄罗斯 现在还是一个 专制独裁的国家 就这个原因 当然他没有 他仍然是民主制度 俄罗斯已经进行的政治改革 已经完全的 已经完全的 抛弃了 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 已经不存在了 提问王老师 外面有个观点说 中国总GDP会超过美国 虽然是靠人口堆出来 但我直觉 只管 感觉这两年消费明显下降 还有各国对中国的围堵 我看之前的节目 王老师似乎也认为够呛 现在看 王老师认为 这种账面上赢美国 中国能不能达到 这个我们已经早就说过 第1个 中国的人口 中国人口 这个易富贤先生认为 中国人口 第7次人口普查 人口不应该超过12.8亿 那么12.8亿以下 那我接受 我认为他说的对 所以中国不是14亿人口 中国可能只有12亿 不到13亿人口 这是第1 第2 中国人口开始下降 从2018年就开始下降 那么下降 不是增长放缓 是开始减少 那么12.8亿人口 开始下降 开始计算 你会看到 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 GDP的问题 那么GDP 中国的GDP 那么从去年开始 中国的GDP的增长就落后于美国了 所以从去年开始 所以中国要追赶美国的GDP 我认为 可见的未来就看不到 原因是 一个人口的问题 中国人口开始下降 第二个 你刚才讲那个西方国家的围堵 我觉得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经济周期的问题 就说中国经济在2018年进入了另外一个拐点 就是由 增量的经济 经济增量时代进入了经济存量时代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 高增长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 年增长 只能维持在3%左右 一般不会超过3% 这是实际情况 当然国家统计局会造假 但是不管他怎么造假 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维持在3%左右 这是 那实际上中国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的水平差异并不大 然后中国还出现了什么 人口下降的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经济周期的问题 一个是这个人口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中国和西方国家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交恶 它会导致一个后果 什么后果呢 中国会进入在这个 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翻腾 出不去 那出不去意味着什么 人均GDP你没办法提升 人均GDP你提升不起来 那人口在下降 你怎么去追美国 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是 我们可见的未来中国GDP 超不过美国 而且我相信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我觉得拜登总统的那个新基建计划 应该会很厉害 会把全世界的焦点 从亚洲 重新回到欧美 这次说40万亿美元 整个西方国家的基建计划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成 但我觉得美国的基建计划能成 美国基建计划起来 美国经济会保持非常强势的状态 全世界的资金都会往美国跑 中国那边就会承受压力 我经常讲 堤坝什么时候会塌 堤坝是 洪水下去的时候 就会塌 那么中国的堤坝也是一样 当水往下走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 可见的未来 中国在账面上 追不上美国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会越来越大 观点 只有顶端才是赵家人 例如不会被枪毙的王沪宁才能为所欲为 为什么 不会被枪毙的王沪宁 那会被枪毙的谁 有谁会被枪毙 很多党员还以为是赵家人 其实不过是周永康赖小名之流 党从来没有说过不会往上割 不会往上割韭菜 越往上面才是舌尖上的美食 我没看懂你的观点 周永康比王沪宁级别高好吗 王沪宁才 周永康在做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王沪宁在哪呢 对不对 问题 墙内一片和谐 媒体 暴力机关 教育都牢牢的控制 墙外各种手段都在路上 请教 墙内破局的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怎么答得了 情况 今天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 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监管司 主要职责包括 承担面向中小学 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指导校外培训 机构党的建设 拟定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 教培行业 基本上日薄西山了 情况 15号 宝能集团和此公司 发的通知 停止发新 不会吧 是吗 宝能 宝能应该很有钱啊 停止发新什么情况 能具体一点吧 宝能 宝能回头跟一下 情况 老家广东 有亲戚开服装厂 接海外单 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招工难 人工上涨厉害 利润一直下降 而工厂在五年前就关了 因为没有订单了 其实低端产业转移 不过是一封email的事情 情况 北京小粉红YouTube账号ID 爱国新年刘思彤 最近到北京派出所 举报 某台湾YouTuber的台独视频后 反备警察应 擅置翻墙 罚款3000元人民币 说明什么 说明几点 第一 对于北京市公安局来说 那么翻墙是最大的罪行 翻墙最大的罪行 盖不过 就是 盖过了 举报 举报台独的功劳 所以才会罚款 对吗 举报嘛 举报是做贡献 不管贡献多少 至少他医院是好的嘛 对中共来说 但是还罚了3000块 说明什么 翻墙这件事情 他带来的坏 比你举报带来的好 大得多 谁还罚你钱 这是第1条 第2条 所以翻墙这件事情让中共最害怕 第2条 一罚罚3000 说明什么 派出所没钱了 穷凶极恶 什么肉都得咬 情况 王老师 我们公司是外资 制造型企业 从今年1月开始 对所有客户的新订单都要求先款后货 对老顾客要求缩短账期 对现金流的要求和疫情前判若良人 说明你们的老板非常有经验 活到现在不容易 为什么 当经济来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现金 现金为王 很重要 大家记住 现在 现在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看 苏宁 你看那个饭缓 都是没有现金 资产不少 没有用 很多资产没法变现 提问 中共和西方很多领域有矛盾 在人权问题上 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 那在产业和贸易问题上 中共可以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吗 我们在谈不同的问题 中共 你讲中共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称谓 那么中国共产党 中共共产党是个政治团体 如果你在产业和贸易的问题上 应该是政府 而不是中共 那么如果在产业和贸易的话 两国政府讨论一个贸易政策 或者是一个投资政策 那对两个国家的企业都有影响 那你说他们能不能代表 你说呢 观点 中国人不喜欢平等 中国人喜欢不平等 并且压人一头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中华文化就是不平等 叫做人上人 人上人当然不平等 与其学习 如何跟他人平等相处 中国人更喜欢把精力放在如何高人一等 这就是导致内卷的重要原因 但为什么会不平等 不平等就是文化 这是文化的 源头 中国作为一个 有着这么多年历史文化的国家 或者是 文化体 中国的文化跟随是什么 中国文化的跟随就是 就是不平等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办法 要爬到别人头上去 我们所有激励我们 激励我们去努力的 动力是什么 就爬到别人头上去 做人上人 做人上人我就 在家里 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所以中国人的理想层次不太高 你就这些 提问 美国一带路只有几千亿美元 法德是不是嫌太少 在G7上面和美国唱反调 美国为什么不多出一点血 彻底收买法德 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美国一带路几千亿美元 几千亿美元你嫌少 你也投一点咯 情况 我妈前些日子去更新护照 被告知不被更新 去年我在多伦多大使馆更新护照 必须电话预约 结果电话没人听 邮件发了两个月才给 给了个预约时间 到了大使馆带齐材料 要办个公证和护照更新 被告知一次只能办一个事 可我在邮件里明明确认过 当天遇到几个同胞也是 一件事办了好几事没办成 有些家里有急事需要立刻回国 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去 只看见紧锁的铁门 一点办法都没有 疫情以来就是不想让人回国 不想让国内人出来 对啊 没有选票你就没办法收拾他 这就是结果 所以 我经常讲的一个道理 就是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是没有民主 饭都没得吃 这都是跟这个有关联的事情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 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